10月23号下午,教育部部长、党组书记袁贵仁来到浙江大学,对浙大科研工作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。 在随后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,袁贵仁听取了浙江省教育厅、杭州市、温州市工作汇报和浙大校长吴钊辉关于浙大科研工作情况等的发言,并围绕社会资本班教育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题,与高校代表、社会力量办学代表以及创业学生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。 近年来,这大围绕服务国家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大力推进培育实施16加X大科研项目。 谋划建设紫金重创小镇,筹建工程师学院,打造科教协同创新创业教育品牌,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等重点工作,构建融原始创新、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,不断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, 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持。 袁贵人表示,浙江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,在创业创新及民办教育方面起步早,做了很多富有借鉴意义的探索,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。 今年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五周年,也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,浙江经验值得在更大范围内宣传、复制和推广。 他强调,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针对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教育改革也迫在眉睫。 希望浙江和浙江高校从自身实际出发,认真分析和总结,充分尊重基层经验,开展探索创新。 。